大家好,我是王Sir 今天我們重點說父詞 在明白英文的父詞之前 首先要明白中文的父詞和英文的父詞 是很大的分別 我去公園玩,公園玩得很開心 In the park, I am happy 所以, I play happily I play happily Play 第二類動詞 Happily就是Happily 中文不是這樣說 中文是 我開心地換傻 我開心地換傻 換傻是第二類動詞 開心地這個父詞 是放在動詞的前面 但是英文不是這樣 英文大部分情況之下 開心地都會放在句尾 我玩開心地 我玩開心地 能否有一個變化 這個變化是中文的父詞 放在動詞的前面 但是英文的父詞 大部分都是放在動詞的後面 即是句尾 一定要吃虧噴 就不要想像Fappily 放在動詞前面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暫時 暫時不要理會 我們將所有父詞 放在句尾 而大部分的父詞 都是有起又壞 是否一定 不是 大部分 都是有起又壞 第二個問題 sweaty 是怎麼變出來 大部分的父詞 都是由形容詞 變出來的 Happy 轉 happy Sat 轉 sаж excited Excitedly 你明白了 supposedly 父詞 英文的父詞 的要由 英文的父詞 放的位下 英文的父詞 是由怎樣 是由何這樣變成 這是否所有的父詞 都要擺在動詞的中文 所以 有兩個擺位 第一,擺在動詞的前面 例如sometimes, always, usually, rarely, seldom 這些都是腹詞 有什麼腹詞會擺在句頭 soudly, luckily, sadly, happily 腹詞是可以擺在句頭 綜合說,英文的腹詞大部分都擺在句尾 有部分的腹詞擺在動詞的前面 有部分腹詞擺在句子的開頭 大家記住,有一個要注意的事項 腹詞是不可以直接跟隨第一類動詞 即是B的後面 因為B的朋友是甚麼 B的朋友是形容詞,不是腹詞 好了,腹詞和應用詞 應用詞是的的東西 腹詞是地的東西 的東西是形容著名詞 所以叫應用詞 而腹詞是形容著動詞的東西 所以叫腹詞 是在提供資訊給動詞 相反,應用詞是提供資訊給名詞 所以腹詞和應用詞 不可以撈亂 一撈亂就會炒一碟 所有分數的構圖沒有為止 希望今天幫到你,加油! 希望今天的gramma concept會幫到你 下面有連結在這裡 做了它,下載了它 傳給我,等我改正片 就這樣,加油! 拜拜!